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说赶明请大家吃饭 哎呀 看看如今的钱润风 一起风发斗志昂扬 红光满面知道拥护啥吧 谁说晒的 我这么大个老板我晒的 我跟你说在我们小区 刚承包了一个大工程 拔号楼的装修 满满的 只要干完了请大家伙吃饭 明就请大家伙吃饭 回家了 哎呀 大姐夫 是不是 我回来了 刚才是你在外边说话的 我说呢 我听好像你说请谁吃饭 请谁 请谁也不请你 是不是 来来来 我问你个事 大姐夫 那个八号楼那个装修 是你们公司承包的吧 我公司 我承包的 对对对对 就你跟我说晚上你们得有车 拉材料 完了我们物业得盖章 对对对 拉材料的车得进小区啊 你得给我盖个章啊 那个章你还盖吗 我盖啊 你盖啊 街坊邻居这张给他盖吗 我明白了 刚才你听岔子 刚才我跟街坊邻居们是这么说的 我说街坊邻居们 明儿我谁也不请 明儿我就请我大姐夫 谁问李俊他是这么说的吗 是是是是 吃饭啊 真吃饭啊 吃饭吃饭吃饭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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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老头子快点快点 你呀把你那鞋蹭得干干净净的 咱俩熟了一声的 一会儿啊咱全家都上饭店吃饭去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一到晚上都饿这样了 你也不啥都做饭 你老说有人请客 谁请客啊 你还不知道呢 谁呀 二公月前顺分 前顺分请客啊 对呀 我先吃个饼吧 不是你这老爸 人家顺分请客你吃啥饼啊 我也惦慕一口吧 不是 大米 你原来怎么 你别吃了 吃吃 你看 干啥呀你这是 人家前顺分说请客了 人家肯定请 怎么对人家顺分一点信心都没有呢 就是 真是的你吃啥饼啊 我先垫一口 大姑爷 把饼给我放着 咋回事啊 人家前顺分说请咱们吃饭 你们都吃上来 吃饱了 到底还吃啥 还吃啥 我告诉你 前顺分第一次说请我吃饭的时候 我还是小伙呢 我等吃他那顿饭我得瘦成瞎耙子 行行行行 不管咋说 谁也不许吃 老爷 这回肯定是真的 昨天二姨父老认真的跟我说赶别请我们吃饭了 怎么办呀 这吃衣服咱去敷衍 吃饭吃饭吃饭 哎哎哎哎我说哎 是不是大姐夫 真去吃饭哪 这么大个老板吃饭吃饭算什么呀吃 哎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了大姐夫 是不是 这我我对你我对你刮目香利眼看 我赶钱了这个 是不是我跟你说 你今天在我心目中你非常高大 是吗 看看这些事 那我对前顺分要有信息 是吧 咱们怎么样 吃饭吗 是老头子 吃吃吃 这回吃后悔了吧 打的了那行了 那我们赶紧吃 走了 咱们走吧 不不你们先走啊 怎么着 我们不得一起跟着走吗 你们去哪啊 阿姨父 咱不要一起去吃饭吗 同学们都说到我们家来集合了 啊 同学 同学到咱们家集合 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顺芳 你不是答应吗 说请牛牛同学 还有我们一家 咱们都去吃饭去 对啊 我什么时候答应 请你们吃饭了 哎哎哎哎 我刚才怎么说的 哎呀 陈日范 你把我那饼扔拿去了 哎 陈日范 这都几点了 对对对 来不及了 牛牛啊 没事啊 哎呀不就请同学们吃个饭吗 赶名 赶名我请你们同学吃饭 妈 这道题 牛牛 昨天你二姨父怎么答应你的 你说一遍 昨天二姨父找不着车钥匙了 还是我和我同学帮她找到的呢 啊 对对对 有这事 昨天我这么着急签合同去吗 在小区里车钥匙找不着了 正好她和她一帮同学 从草丛里帮我找着了 怎么的 然后你说了 然后我走了 我签合同 对 你说 赶名请我们吃饭 我说了吗 我捋捋啊 对对对 哎呀 我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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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名请你吃饭 我那意思就是谢谢你们 那你先夜都说完了才说的赶名请你们吃饭 明儿不就是今天吗 我告诉你 妞妞你记住了你二姨父说赶名请你吃饭不是今天请你吃饭那是哪天 那是哪天这你得问你老爷 爸 那个妞妞你记住啊 你二姨父说那个赶名请你吃饭呢 不是今天 也不是明天 她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 某年某月 你某一切 哎呀 行了吧 街坊林女 你们还鼓掌呢 不就请顿饭吗 我这么大老板 我缺钱吗 哎 哎想当年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你 他不差钱 他 别废话了 你赶紧把这事给我解决了啊 你解决不了我跟你说咱俩没完 行行行看吧你老公没问题 来来来大姐夫 我实在是没时间 来来来拿着这一笔巨款 尝死你得了就给五十啊 请孩子吃饭 哎呀来来来再拿着这笔巨款 丢不丢人的钱是饭 那够吗 一会人家妞妞的同学都来参加呀 行了 一百块钱不少了 你听妈说的一百块钱不少了 一百块钱买包子吃不了 一天都吃不了 你这一百块钱要买咸盐 一辈子都吃不了 刚才 刚才 干啥 你看 咱们这么一家的人 这一百块钱不够 不然咱垫上吧 不用 你放心 你老公我能收拾的 交给我 没事 你看你老公的啊 是吗 来来来过来 大姐夫 没事 大姐夫 怎么在 就进门车那个张你还盖不盖 盖啊 我最近添了点毛病 咋的了 晚饭吃不好啊 容易手抖 没有劲 我拿不起那张啊 我拿不起张我就按不下张 媳妇 我输了 媳妇 我赢了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让你有劲 咋的呢 有劲不 我这人充满了力量 大姐夫 我就这么点钱了 你顶多给我花三掌啊 我知道了 放心吧 直接花啊 别给我剩下啊 赶紧 这都几点了 这先先走吧 这么多钱了 爸 点点菜吧 那我就点个我 点个硬的 盼望已久的 啥 我最想吃这海鲜 太好了 你说吧 半海带 我点个山鲜行不 行 徐墨菜蘸大酱 山珍海味都点了 那我点一个外国的吧 啥 大酱汤 你们仨能不能点点硬一点的 规定 点个硬的 点个响亮点的 对 那我点个 蹦 爆米花 这点个啥菜呀 这还用点吗 我在家就可以做 我说你说 爸 其实啊 咱要他这钱啊 咱不是为了花他钱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为了要教育教育他 这钱是否有时候满嘴包舌头 啥都说 老说 点尿点尿的 这不行 不行不行 这么着啊 咱今天就在家做 好不好 但是 等顺风回来 咱得说这钱都给他花了 吓唬吓唬他 好 好不好 就这么棒 我们去 来吃点 好吧 来来来 哎呀 天啊 你天啊 哎 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 吃什么吃 那张总根本就不记得 今天吃饭这事 啊 大姐说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吃完了 我都快饿死了 这张总也是 昨天亲口跟我说的 顺风啊 赶名我请你吃饭啊 哎 今天我去了 他给忘了 不是 你不是也经常说 赶名赶名的吗 我说这个赶名 是我的口头禅 顺口溜 这张总什么身份的人啊 他不能他不能胡说呀 顺风啊 我听明白了 你们那个张总 说的那个改天 跟你说那个赶名 是一天 大伙告诉她是哪天 某天 某天 某一天 改眼唱会了这都 哎呀 大姐吧 哎 那个那个 那个你点菜了没有啊 我们点完了 顺风我给你汇报一下啊 我们都点完了 点完了 给我们两口子也点一份吧 对啊 哎呀 饿了 那不行了 咋了 没钱了 啊 没钱了 没了 一分都没了 哎 哎 哎我给了你 哎这么有劲 没了 没了 因为我们 你看这都是有劲的人 哎呦我的妈呀 你点的啥呀 点的啥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们先点了几个开胃小菜 对 澳洲鲍鱼四只 等会儿 蒙我呢 四只鲍鱼 你这么多人 点四只 你不识数啊 不识数 一个人四只 我们五个人 四五二十五 我识不识数 你太识数了你 那也不对啊 那钱也 还有呢 花不完呢 澳洲龙虾 四斤 四斤的龙虾 怎么得 哪找去 定制的 那也不对 那还剩钱了 还螃蟹 八斤的龙虾 八斤的龙虾 几只啊 一只 一只龙虾 那得多大个啊 就你就都这么热 那啥蟹子那是 帝王蟹 大姐 我告诉你 我不是瞧不起你 帝王蟹 你见过帝王蟹没有 你过他吗 师父 我还没见过帝王蟹 帝王蟹 我见太多了 就是有刺儿 完了爪身子很长 帝王蟹 阿姨 师父 我爸都是在我那看图十字上 看到的 我爸刚看到的时候 还没那些条大蜘蛛呢 弄馅了吧 什么 他把钱还我 不是 把钱还我 不是 这还什么钱 那钱真花了 啊 点菜嘛 头一个就是我点的海鲜 啊 我天哪爸 你点的啥呀 帮海菜 什么菜 大酱汤 蜂蜜花 不 哈哈哈哈哈哈 这四样菜 才是我们家 点菜的水平 咱们咱们家点菜 盖了水平啊 那我们家没见过 你就带我们去吃 这一顿不就完了吗 放心 赶名我请全家吃 又来了 又来赶名了 他在外面钱还我 是吗 钱在这呢 一分没少 你放心吧 还给你 哎 赶名还给你 哈哈哈哈哈哈 行 谁让我求他呢 那我那个拉料车的章 你给我盖了啊 没问题 哎 赶名给你盖 哈哈哈哈 大姐夫 你不能赶名啊 今天晚上我这车 就得记小局啊 哦 你也不愿意听 赶名啊 啊 顺峰啊 来 钱拿着 啊 不会花你的钱的 另外啊 就你那章 你只要符合规定 能不给你盖吗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讲 借这个事我得说说你 你这满嘴啊 别老赶名赶名赶名的 你跟大人之间说吧 好 人家还能理解 你说你跟孩子说 孩子那么小 他那么天真 他可真当真 大姐夫 我听你一席话 我毛色顿 开了 真的真的 说真的 我明白了 就是口头语是口头语 但是孩子他会当真的 是 我改 对不起啊 妞妞 我改我一定改吗 二姑娘 妈不是说你 是 刚才你说把我外孙女 几口无了都 你这个毛病得彻底改 我马上就改 爸 你监督我 你要不改呢 我不改 我明儿请你吃饭 又来了 又来了 爸 那今天咋办呢 没事 这样 来 孩子你过来 你现在就给你同学打电话 把他们都叫他们家来 咱们呀 给孩子们做一个家常菜 好不好 好 打电话去 来 别说了 赶紧动起手来 干活 我请喝 来 我吃一吃 赶紧买菜 我请喝 我吃一个 我吃一个 souhaite 置